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My Radio 獨立付費節目 毓敏射馬 主持 毓敏 尤達 錢偉樂 所以我的心意就是拿十一號勝利在手做膽 開二號加州德信 三號壽辰 四號疾風勁草 七號美麗約度 三四重彩 二 三 四 七 十一 五隻狐川撈亂來買就是這樣 一 二 六 七 八 戶川 好 回到第二節 今天彩場特別擺放的嘉賓就是王中堯 這是演藝界的抗爭者 你那個黃跟那個黃的 三畫黃 都是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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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香港演藝界裏 大家都很怕碰到政治的 你都很清楚 你現在這種姿態 就是被人覺得 比如在行家裏面 在這個圈裏面 有些人對你怎樣看呢 你自己覺得 或者是熟悉的朋友 或者是公司老闆也好 其他藝人說你很蠢 或者是說你要蠢奉 一定是蠢的 我又不是去吃人血饅頭 你說 我又不是利用這件事去找商機去做一些 又不是這件事去選議員 又不是去選議員 又不是去選議員 對了 那些事更嚴重 是的 因為他的事業已經發展到差不多了 是 是 不同於你 你真的叫做 不要說他難聽 那些浮浮浮浮 加上現在整個圈 其實是畢竟 沒有人開工 沒有人開工 機會也不是太多 是 那些大公司 你一定要跟大陸合拍 是 你根本就 基本上 你這個層級 就很難 可以發揮的時候 是的 我們這些所謂中層級的演員 可能 又不是那些 一定是揹上藍一 或者揹上票房 那些 那幾個當然沒問題 例如你古天樂那些 一定沒問題 其實在這個圈裏 其實我覺得很罕見 所以為何我要找你來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留意了你很久 這個年輕人 根本在這個圈裏 發圍是有機會的 不是沒有機會 雖然現在畢竟 也是有機會 是 但是走了一條這樣的路 真的是 這條不歸路 那個 嗯 走了就繼續走過去 是的 不知道 可能自己小時候 家教 然後 喜歡的東西 有些堅持 那家庭有沒有說 譬如因為這件事 搞到你現在要上法庭 惹了一宗官司 會不會很擔心 也有這麼大個人 那就是 你自己做的事 你自己負責 是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 你既然做了 你就自己承擔責任 是吧 家人也因為 你40歲 也沒理由去幫你擔心這些 是 但是會嚇到你的 會緊張 會擔心 會擔心 這是必然的 我剛才說的圈內 你怎樣看現在的香港演藝院 在香港現在面臨這麼艱難的時期 他們的取態 不用開名 你自己的感覺 或者你的體會 大家都有那種 撥在白色恐怖之中的陰霾 是 因為 現在甚至乎你在大陸工作也好 你被標籤是香港藝人 其實大家都很敏感 再加上香港的演員 一直慢慢被邊緣化 其實我由以前 剛好回來香港 在台灣回來香港 去過大陸拍戲 回來香港都覺得 其實這個是自己家 在這裡做多些自己喜歡的作品 都很好 但是一直看著 其實香港的電影 已經不是以前這樣 以前很有自己的特色 因為多了很多合拍片 多了很多審查 變相地 香港沒有了自己那種光環 以前那個電影圈是全亞洲 特別是八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最興旺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終於開始走下部 是 所以 其實 為什麼不找回多一些 自己的地方 我們現在叫做本土電影 或者有特色本土的東西 連Netflix 或者什麼 他都想在每個地方 有自己獨特的作品 我覺得這樣才會是那個方向 但是那時候回來 已經開始看到 你這種想法 其實在香港已經開始 一直走下坡 那時候應該是二千年頭 零幾年 零三、零四、零五年 那段時間 我剛才去了台灣 對 我在2009年回來 2009年回來已經很糟 2009年已經很糟 一兩間公司開大片 全部都是合拍片 那一個題材就有限制 以前還可以的 以前還可以說一些 所謂的 警察都有黑警 也有壞的人 可能可以說一些政治的事情 我想香港的老闆 電影公司老闆也好 或者製作的人 包括那些導演、監製 他們都自我檢查 是 他最想你做這件事 他自我檢查 未必他找張對著你 要你這樣做 但是他一定自我檢查 他考慮市場 就自我檢查 就算你拍了一部很有題材的作品 你沒有人肯上的 即是十年了 就是了 拿了最佳影片那次 已經令他們很生氣了 地口天高拍了那麼久 沒有上過 這部更加不行 因為你有一個標誌 我叫梁天璣 是說他的 紀錄片 是紀錄片 對 那部更加不行 但是 那個Lora 對 我覺得他真的很努力 去弄一部這樣的 真的很佩服他 很有抱負 對 很有抱負 這位年輕人 都很年輕 很年輕 但是在這個圈現在變成 真的 加上你有這樣的官司 那現在真的沒有工作 現在 不只是我沒有工作 其他人都沒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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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行業已經很慘了 你的禁聚令已經可以令我們收皮了 即是可以收工 我們可以請一個攝影師 一個燈光 一個化妝師 加一個演員 四個 受任都不行 那究竟誰做什麼 真是麻煩 沒有對手 可能要分開做 或者自己拿相機擺定自己拍 唯有這樣 但是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所以今年可以預見 香港開了多少部電影 可能是十位數字 也沒有 好慘 去年的金像獎已經搏 一年比一年搏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就 你就算沒有參加抗爭也好 還是沒有工作 你參加了這個運動 就更加了 其實我經常會覺得 抗爭運動其實 不是那些人特意出來搞事 因為吃飽沒有工作 是因為真的有絕望的感覺 所以 還有些人希望可以改變 希望改變 希望改變 特別是我們現在這些 年青人 年青的一代 這些九十後 千禧後 他們希望通過這種 比較激烈的抗爭 其實本身不激烈 當然不激烈 這個所謂激烈是相對的 是吧 就是 Radical 和Retional 是相對的 為何會變成今天這樣 如果你和外國一些 你不要說外國 其實你和內地的一些 示威抗爭相比 已經 那個力量已經差很遠 我們不可以說是暴力 是力量已經差很遠 沒有的 你因為是一個絕對不平等底下的 因為你在香港發生 所以特別會被人標籤 加上又說外國勢力 可以扣你很多帽子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在一個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下 香港這種一國兩制 已經是先天注定 發展到最後 變成這樣 我在八十年代 中英談判的時候 我已經是一個悲觀主義 我是相信共產黨不會變好的 是 所以香港現在搞到這樣 主要就是 因為有一個共產黨 有一個黨專政 有這個極權政治 是吧 那你現在香港的領導人 全部要一面倒交向這個共產黨 是吧 最近你看到香港電台的事 就知道了 是 港台已經搞到雞磨壓缺 基本上是很離譜的 很離譜 是吧 如果去到這樣的話 這種抗爭我們都不支持的話 這樣就真的很糟糕 是吧 但是 在這個圈裡面有很多 不是貴那麼簡單 他還要幫他手去做一些事情 是吧 來對付這些抗爭的人 不是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有些人 他本身可能是被威逼 或者他本身有利益牽涉在裡面 所以他個人會做出一些這些行為 但是有很多人可能是因為純粹個人 真的覺得他支持他們 或者他可能始終我覺得 他可能心裏面覺得我沒有那個利益 但是我如果做了這件事 可能會有人欣賞我 看到我的利益 就像江頭探長一樣 就是他做了這件事 江頭警長 江頭警長 他就變成一個網紅了 現在很威風 很威風 但是這個是違反了警禮 他這種表現 以及反傳統 警察是一個執法機構 你是不應該要捲入政治 以及這麼勇於表態 是吧 即是等於 等於不糾纏 檢控官 現在都有 原來藍到這樣的 藍到法子的 然後他做主控官 是吧 現在就經常發生這種情況 你剛才說 我講 大家好像現在已經習以為常 覺得這件事 不覺得是一件出奇的事 你剛才說 有些人可能 第一就是因為利益 你可以理解 我賺錢 第二就是 因為他被人威脅 被人捏住 他要這樣 第三就是 他可能會有利益 可能會有利益 還有一種可能 他真的相信 真的相信 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 真的有 你接觸的 這一行的人都有 有些大高級的 很明顯 我不敢說 他有沒有利益牽涉 因為多數都會 但現在有些大高級的 大哥 他根本都很厚身家 是吧 他們可能 一路 那個交情 然後又 這個說法 就是中國人 那些關係 千絲萬縷 是吧 大哥叫你去吃飯 沒理由不去 我又要去他那裡踢球 就是這樣 是的 所以 如果你 叫我來形容 這些就叫做惡勢力 是吧 一個小圈子裏 有些人可以說得事 或者有影響力 是 會影響到小的 是吧 這個影響是包括 等於用他的 這個惡勢力 你要不要做 是無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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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真的 他不是真的拿一支槍子 是他不會 曾志偉沒有一把槍子子 你成龍沒有一把槍子子 你不會的 但是你在那個小圈子裏 你就自不然 是吧 你一埋堆 你才有機會 是埋堆 埋堆 埋堆 那些就是大哥 是吧 那些大哥的政治態度 政治立場 你無法質疑 是吧 慢慢你就要變成這樣 就未必是你自己自願 但是也不一定是威迫你 是 你一埋堆就死了 你要靠攏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等於現在有些政客 他最初出來的時候 你都覺得他還可以 慢慢慢慢 他就要歸邊 他就要靠攏一些勢力 就是一樣 都需要大政黨 好的 休息一下